华为P30系列新品发布会 看点汇总 刚刚华为在法国巴黎不停发布了全新的 华为P30和华为P30 Pro两款旗舰级新品 来带来了华为F无线耳机新款的华为Watch GT 华为首款可穿戴智能设备 同时也宣布着华为P30系列国航发布会将在4月11日在上海举办 下面我们来聊聊华为刚刚发布的这些新产品 智能手机华为P30,P30 Pro,DXO得分112 国航4月11日发布 相同点华为P30和P30 Pro均采用了OMOLED 水滴全面屏,背面3D玻璃 搭载70980控制器,3200万像素前置镜头 运行基于Android 9.0的MUI 9.1操作系统 均支持屏幕指纹,双紧录像,双卡双待 提供天空之镜,视察局,极光色,珠光备模,亮黑色 共计五款颜色 在区别方面,华为P30 Pro后置莱卡四摄 包括4000万像素超感光摄像头 2000万像素超广角 8万像素前望式长焦摄像头 以及华为QX摄像头 首创RMYE传感器设计 支持后军防抖5倍光学变焦 10倍混合变焦 最大50倍数码变焦 DXO得分112 华为P30和采用了4000万像素广角 1600万像素超广角 8万像素长焦组合镜头 支持3倍光学变焦 5倍混合变焦 最大支持30倍的数码变焦 其他方面 P30为6.1英寸屏幕 3650毫安时电池 P30 Pro则为6.47英寸 双曲面屏 4200毫安时电池 40瓦车级快充 15瓦无线快充 反向无线充电 P30 Pro还支持磁悬屏幕发声制度 手机屏幕即为轻孔 无需中方开孔 支持IP68级光泉防水 P305 P305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